在欧盟最高领导人访问北京之际 备受打击的欧洲共同货币欧元得到中国的支持 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星期三表示 中国对欧元充满信心 并且将继续投资于欧盟国家的政府债券以及证券 虽然周小川没有做出具体承诺 但是他表示 中国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两个欧洲援助基金 帮助支持处于困境中的欧元 周小川的讲话重申了中国总理温家宝一天前提出的意见